自从今年三月的周一见之后呢 马依丽呢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次数是屈指可数 偶尔亮相呢也会是匆匆离去 更别说是接受媒体采访了 那这一回呢 马斯林为自己主演的电影《近黄城》做宣传 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一系黑群表情严肃 这就是马依丽8月4号参加自己主演的电影《近黄城》时候的状态 2014年3月的周一见事件 让文章马依丽夫妇成为舆论焦点 嫌有的几次现身也是能逃则逃 这回为自己的新片吆喝 马依丽在台上看起来热情也并不太高 发布会结束怎能没有采访环节 不过也正如前几次一样 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 马依丽依旧委婉地拒绝了 匆匆在经纪人的配方下离开了现场 不知道是不是害怕记者问及家庭 这一年多来 面对各路采访 马依丽能推则推 能躲则躲 但是都已经与文章很好如初了 马依丽这害怕采访的心理依应 究竟什么时候能摆脱呀 新约六菜线 北京采访的 采访要求 马依丽依旧委婉地拒绝了 匆匆在经纪人的配方下离开了现场 自从今年三月的周一见之后呢 马依丽呢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次数是屈指可数 偶尔亮相呢 也会是匆匆离去 更别说是接受媒体采访了 电影《近黄城》时候的状态 2014年3月的周一见事件 让文章马依丽夫妇成为舆论焦点 嫌有的几次现身也是能逃则逃 这回 那这一回呢 马斯林为自己主演的电影《近黄城》做宣传 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一系黑群表情严肃 这就是马依丽8月4号参加自己主演的 为自己的新片吆喝 马依丽在台上看起来 热情也并不太高 发布会结束 怎能没有采访环节 不过也正如前几次一样 面对记者